好,各位好啊,來做一個簡單的設計 那用這個CyberGun的Canic TP9 來設計前面這個靶子 那這個靶子距離我們的設計槍的地方是5公尺遠 然後等一下上面有標示 那個上方的直線就是 一個是5公分,一個是8公分刻度 讓各位大概知道一下這個參考的尺寸 好,那我們就到5公尺的距離來準備設計 我們預計把Canic彈夾的19發全部打完了 好,來看一下前面 那用的BB彈是BLS的0.32克 相信已經算機密度蠻不錯的 也是重彈 那打瓦斯的話是威猛的12公斤瓦斯 打的有5.1公克的重量在裡面 好,準備來開始 打瓦斯 在這雙方的指定 打瓦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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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你 就是 我 就是 我不能 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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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我們19發都打完來看一下 好,我們一刀不剪,影片都沒有剪,所以各位看到這實際它設計的一個 精準度還算不錯 然後不過它的板機是所有BB槍中最重的 比VLC的PPQ都還要重 所以你必須要去適應一下板機慢慢扣壓 才設計出去的這樣才會達到精準度 好,那我們就這樣設計19發實際設給各位看 那至於你說值不值得買這把槍的話 我覺得在精準度上 比它好的槍還有 那剛剛這個Canic這個完全沒有做任何改裝 就原廠的設定,大概買回來不到一個月 但是需要適應 那如果你要精準的話有更好的槍 畢竟我覺得Canic它的外槍管會比較晃 這樣子 好,跑到這邊,各位晚安,掰掰 好,那既然我們的設備已經裝上去了 我們再試另外把槍一起來大亂刀 這把是VFC的CLUK17 Gen4的版本 那前面裝槍燈啦 那槍燈就算了 我已經調好不要把了 那我們一樣設計這個把 也是一樣距離5公尺 一樣大小的把 那 因為它裡面已經改裝了滿好的一個 精密管 PDI 所以我們就稍微讓它弱勢一點 就是 用KSC的0.25克的這個BB彈 好,各位知道會比較沒那麼準 好,精密度沒那麼高 那一樣的我們設計師9發來看看 看效果怎麼樣 來吧 來吧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jiiki Kong的山高的準星照門 所以我剛剛秒的地方是稍微低一點點 我剛秒的地方大概是在 兩個姿頭下方這邊 讓它陸上去 那各位看到一下這個慘狀也知道說 其實還蠻準的厚 好,我們的19發,大概都落到這個非常近的距離 大概就在3公分的這個 圓座裡邊 好,那就到這邊,各位晚安,掰掰